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 各位 欢迎收看传说电竞技时事的第八集 今天呢 应该会非常的逆风 但是呢 叔叔以这个转播来 去告诉你们实战当中的时候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今天呢要带来的也就是 DCG以及ONE TEAM 这波凯撒战 很多人骂爆ONE TEAM 为什么 演言里面的制裁下去怎么没有抢到勒 竟然被一个DK的练锤风暴给抢走了 对 很多人在问这个东西 OK 首先呢 来 各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波的原档 原因呈现 我们听一下 好 把人家给隔开了 7000 最后的一些100 被DK拿走了 练锤风暴 那个制裁下去100多滴啊 演言 没有人跟你抢啊 一个练锤风暴在跟他抢啊 怎么不是跟 他前面前面在手 DK的飞贼印记那个魔龙的时候 不是都等着很细节的吗 OK 看到这边 你可以发现说呢 诶 这个时候 怎么突然被抢了 对不对 对方星葵没来啊 没有 没有任何其他的制裁来去跟你抢这个东西 怎么会掉勒 然后以及 很多人在骂说 One Team 这个第一个当然是演言 会骂他嘛 对不对 很多人就开始骂他 然后再来就是呢 呃 有些人就骂说 DCG 那什么靠赛啊 什么挖勾的 今天 传说时事第八集 我们就来讲这个东西 因为呢 我发现 很多玩家可能你没有理解 然后有一些人也有一点疑问 来 首先呢 我们先就 One Team 打这一支凯撒 大凯的时候 有没有在赌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的 他没有在赌 他开的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来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地图观 如果今天你在开凯撒的时候 比如说像他们今天这样子 凯撒身在下面 大凯撒在下面 然后所以呢 One Team的乐多就是直接执行了什么 反向边 再升这个兵线 把兵线带过去 因为你必须要有人过来 不然我这时候 我的凯撒就可以开始做拉扯之类的 我就可以 直接把你的上屋高地塔给掉 莫名其妙就直接送给别人 所以DGG必须要有人来去清 再来就是呢 One Team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中兵线先清 导致说你现在兵线压率 超级无敌大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开了 已经在偷摸这支凯撒了 然后再跟各位再次强调 你们不要一直 听别人说什么 那个什么 凡恩打大凯 很慢 吃物件很慢 不是 其实蛮快的 你们只要有持续输出的角色 都蛮快的 再加上现在凡恩我们会合上什么 天朝 其实是很快的 并不会像什么生徒而特那种的 那就真的是偏慢了 OK 来 所以他们这时候做的这些 方案 前面的方案都做得很好 有没有 戴神 中兵线先抢 OK 很合理 好 然后这时候呢 DG就必须要有人来去守这一个兵线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达达是先把这个乐多 给逼掉他的血线 导致说乐多必须要先回去 然后他再来带这波兵线 你可以看到这波兵线要带的时候 哇 上路高丽塔已经没血了 然后所以呢 我一看到今天没有制裁的人过来跟我抢 而且我已经知道 达达这边已经下了制裁了 我就可以怎么知道 这就是Rush 对 所以他们这时候Rush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呢 古墓也就是 我阿公啦 我阿公这时候直接出去 然后挡住了三个人 那能够跟他抢的真的就是只有这个非典印记 那你可能想说 奇怪 那为什么他进来吃不到呢 爷爷为什么吃不到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有看到吗 超快速的凯撒回血机制 好 你这里可能还看不懂 没关系 我们放慢动作给你看 来 吃到这个时候 到7000滴血之后呢 我们放慢动作 我怕各位这个眼睛跟不上 我们放慢到四分之一速 好 来开始 注意看哦 他这时候进去 对不对 1000滴 你有看到吗 原本剩1000滴 凯撒瞬间回了什么 变成了4000滴 你想说啊Bug 不是 好不是Bug 我刚是不是太大声 嚇到你们了 那并不是Bug 那个是什么 凯撒的回血机制 只要你今天 没有任何人呆在凯撒池里面 他就会非常快速的回血 会以急速的方式来去做回血的动作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7000多滴血的时候 你注意看 凯撒在1万滴血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双手举起来 然后准备把你挣起来 他会做这个动作 所以眼睛这边为了要躲 因为如果他不躲的话 确实是超级有机会 直接被抢走的 然后他就躲开 然后再进来 进来之后呢 怎么血线奶了一口 有没有 瞬间奶了一口 原本1000多滴 然后瞬间变成4000多滴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 四分之一速 慢到一个不行 你各位才会发现说 原来他会这样子回血哦 然后导致说他的制裁失误了 然后才导致说 这个链锤风暴 转转转 抢到 你可以看到从演员的动作来说 他觉得他吃掉了 因为他后面还 直接回生了 他觉得他吃掉了 确实 以当下的那个情势来说 看起来真的是吃掉了 因为只剩1000多滴 我先二技能拉回去 然后直接一技能的回来 制裁下去 绝对是我的吧 对不对 绝对是我的 星魁都还没到呢 星魁在另外一边还在带 没有人可以跟我抢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让你们看看 大凯撒 在回血能力到底是如何 然后希望各位这个职业选手 以及 各位 不管是任何战队 分析师 都要记得把这个资讯 这个分享出去 然后 叔叔今天就直接透过这个影片 让你们知道说凯撒 大凯的回血机子到底是长怎样 避免各位在后面 以后打大凯的时候会有失误的 因为之前 前一版就已经改版了 但是我发现 其实蛮多人不知道的 OK 马上来看 成功十字 之 电竞教学篇 Let's go 来各位 现在请看 我现在在打这一只 淹没神凯撒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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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就在這一個凱撒池口裡面 我讓他打 我待在他的攻擊範圍裡面 他並不會回血 你有沒有看到他剛剛那個攻擊範圍 就是到這裡一樣 他也不會回血 有沒有 五萬九千多滴 他就是不會回 只要你今天有任何人站在這裡 他就是不會回血 但是如果你出去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他那個血線 一下子就回出來了 你再注意看一次 我拉那個遠距離 我打個三指 好 出去 這裡還可以攻擊得到 OK 你有沒有看到 只要我離開他的攻擊範圍 瞬間他就回滿血了 他回血速度會非常的快 0秒回的那一種 超噁心 這個就是凱撒池之前改版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 大凱撒 所以你只要不待在凱撒池 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比如說你有隊友在裡面 待在這個凱撒池口 比如說我今天在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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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離開 然後你繼續看 五萬九百多滴 只要有你的友方待在裡面 他就是不會回 記得就是只要有人 不管是敵方還是友方 待在這個凱撒池口裡面 凱撒就不會瞬間回血 但是如果我今天一樣 我做了一樣的操作 我把它清掉了 他今天就回滿了 他也停一下攻擊 所以呢 在我們今天在玩的時候 你注意看喔 如果今天你看 五萬 好 這個時候我出去 然後回來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五萬六千多滴 瞬間變成六萬一千多滴 對 這個就是凱撒池口的什麼 炎魔神凱撒 他自己 包含凱撒池口 他的攻擊範圍裡面 是一個 他自己會快速威脅的一個機制 所以呢請各位 不管是 玩家們 不管是 職業選手 然後以及 譬如說後期 記得把這件事情 分享給你的選手知道 或是 分享給你的這個 朋友知道 這件事情呢 我發現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呢我再次 今天就要再次想 因為我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我就發現 沒有人在裡面 然後 還在瞬間回血 然後我就看到 哇靠 一大堆人就開始罵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承受盯盡十四 可以再拍第八集囉 沒有啦 今天就跟各位解釋到這樣 然後如果你聽不懂的話 沒關係再看一次就好了 OK 今天 承受電競十四 希望各位 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順便幫 自己這個宣傳一下 這個叔叔呢 在這個禮拜六 會轉播 BNG以及ONE TEAM的比賽 再次強調 本集不站在任何戰隊的立場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給我錢 我們下集見 BYE